说吧 你和路上到底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关系 羡慕得人的关系 我喜欢他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他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我喜欢他太正常了 不是 你恶不恶心啊 这么大岁数还找一个二十多岁小伙 你可真够恶心啊 不是 你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还是来闹事的 你是来分手的 你还是来和好的 无论怎样 我也得把事情给弄清楚 我跟你说 程程 我跟你说 这女孩这么泼 这么厉害 你说你又那么老实 你说你让她这一句顶一句的 说的欺负成这样 我跟你说 她跟你不合适 你趁早跟她分手 姐给你再找新的 找好的事 有的是 我问一下 大姐 您今天来到这儿 您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我为程程来的 之前程程跟我说 这个女孩 说这又温柔又善良 善解人意什么的 怎么我今天看的 又泼又爆 哎呦 简直跟我想象太不一样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再说你来都来 戴什么墨镜啊 怎么着 见不多人呢 还是不自信啊 是你年纪轻轻不自信吧 我不自信 我不自信是因为什么 当初我们两个感情很好 就是因为你 所以我们才造成这样 你能不能好好说啊 你不要对所有人都这样 对让所有人都受不了你好吗 来一只 你不是说真的吧 你真喜欢组成啊 不是 主持人这样 让我来单独跟这小姑娘聊聊 是吧 来 我们两个让开 你跟她聊吧 你不就想知道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对 怎么认识的 什么关系 跟我详细说清楚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就是三年前 那时候她还不认识你呢 我就是到你们超市 去买东西 我的钱包呢 落在那个停车场了 然后乘乘的捡到了 当时我拿现金答谢她 她也不要 后来我就把我的名片给她 我说你啊 有事找姐 她也没有找我 后来我说 我给她介绍过工作 她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哎呦 我觉得这孩子 真是特别的实在 而且特别礼貌 然后那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总给我发个短信什么的 我觉得这孩子真特别好 那那钱呢 钱 你知道她是怎么向我借的这个钱吗 你知道她借钱的时候 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啊 她说你 跟她一样 啊 也是家境不太好 能吃苦 踏实 啊 然后也是特别有上进心 想拿这个钱呢 去学一个东西 然后回来呢 改善你们的生活 啊 我是这种情况下 才借给她钱的 我要知道你是这样 我真的不该借你借 但你借钱就借钱呗 干嘛还搂搂包包 人招人都看见了 搂搂包包 对 你看见了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跟她搂搂包包了 我就是那天去给她送钱 你走的时候 她说什么 还我钱 我说不着急 钱你就再说 我就拍了拍她的肩膀 然后我说你好好干吧 这就成了搂搂包包了 你们这超市的这些人 怎么都那么俗气 那么素质差呀 整天挑不离间的 你凡事你动动脑筋 你走走的 你说我要真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还能找你谈恋爱吗 你想想 我要是真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还会来到这现场吗 还有了 就是我要是真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会拿钱借给你 我有病啊我 我看你啊 真是配不上我的地 你趁早自己自觉点 你就跟她搂了算 我问一下大姐 您是做生意做买卖的是吧 不是 我是外企的算高管吧 您有家庭吗 冒昧的问一下 我是离婚的 您是离异单身是吧 您刚才说喜欢路程 是姐姐对弟弟的喜欢 不是男关女爱吧 我觉得她太无聊了 所以我只能就是这么 这我就放心了 您是故意气她的是吧 也算是吧 那我跟您说啊 这个其实这小两口之间闹矛盾呢 也是常有的事 这姑娘呢 性子也确实是急了一点 呃 祝福她们一下 这个我倒觉得 也没这个必要啊 但只不过我想跟这个 这个小女孩说几句啊 对不起啊 这姑娘 我跟你说 好好说 你真的太不懂事了 我跟你说 这常常处处为你着想 姐姐我呢 也有一次不幸的婚姻 我见的男人多了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像我弟弟这样 又有责任心 又有爱心 还这么专一的男人 太少见了 真的 我要是年轻二十年 我都不倒过来 我追她了 你还这么的 就是怀疑她 好好说啊 不是人家借钱给你 倒借坏了 对不起 大点声 刚才不是声音挺大的吗 姐姐对不起 您听见了吗 啊 听见了 您可以原谅她吧 哎 姐姐无论她 这个他们自己解决吧 反正我该说的 该解释的 我都解释完了 反正你们自己看得办吧 好 谢谢你 没关系 来 把这要现场关了 那个姐姐说一句话 我觉得挺在理的 说话又过脑子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他们有事 接下来所有的论据论点 流言蜚语 都可以支撑你这条逻辑链的产生 是这样吧 说清楚了 清楚了 你们还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了 那我觉得此时此刻 这个他应该肯定有很多话 要跟你说了 来 接下来是文问的告白时间 想着 对不起 我知道之前 是我误会你了 今天听了姐姐说的这么多 我也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 我对你 我平常对你好 我平常对你那么霸道 我是真的爱你 你知道我从小 我从小是我姥姥一起长大的 我那个时候一直把她当作我的天 可是没想到 她突然就离开我了 我的天都大了 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我遇到了你 我真的 你真的对我很好 所以我才把你当作我的天 如果你要是真的离开我的话 我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 我就是了 我再来 我们家窗户脏了 不是人家衣服没洗干净 所以下次遇到流言蜚语的时候 先擦亮眼睛 好好地去了解 相爱容易相处难 相处容易相信难 相信容易相谅难 还要正式地到姐姐那儿 去赔个礼道个钱 人家人不错 借钱给你最后 到被你骂成了狐狸精 谣言止于智者 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流言蜚语 我们需要去不断地辨别他的真伪 做一个智者 祝福你 谢谢老师 来我们一起掌声祝福一下他们 做一个好事 幸福哪下 或议会 我们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